在過去多年來我們對於商會的朋友 在每年跟我們行政部門接觸的過程之中 所提出的意見我們也都是很重視 那麼我相信在管主委接任國發會主委以來 在法規的一些修改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國際調合方面 所做出的能力 我們商會這邊應該多少可以感受得到 台灣的這個經貿的未來 其實是奠基於我們究竟要多大程度 用多堅定的力量去繼續推動國際化跟自由化的方向 商會在這次所謂Donutkin之旅的時候 有特別跟華武這一邊的各個相關部門都強調 商會對於台灣要加入TPP的重視 以及支持我們雙邊之間 雙邊之間BIA能夠早日來啟動 那麼像這樣的一種加入區域性的或者是雙邊的一些 經貿的協議其實是我們下一個階段很重要的工作 2012年在改選之後 總統就已經有對外宣示說我們是要在用8年左右的時間能夠完成這個加入TPP 那麼前面這個階段當然就是準備工作 所以去年總統就進一步的指示行政部門 要在今年七八月之前 把這個所有應該準備的工作盤點完畢 那麼我因此在行政院這邊也組成了一個 我們國際這個經貿自由化的一個專案的小組 由我親自召集 我們幾乎是每個月都在開會 然後我們要求所有的部門包括經濟部啦 農委會啦或者是衛福部 交通部等等 每一個部會都把我們目前所能夠掌握到的 國外 尤其是TPP 可能要求的這一些條件 我們盡量去打聽然後去了解 然後自己主動的檢視 我們現行的法規跟政策跟它之間的落差有多少 當然這裡面牽涉到很多都是 我們美國商會的先進 過去長期來關注的一些事情 不管是像智慧財產權啊 像這個醫療器材 還有藥品等等 那麼這些事情其實我們現在是都有在掌控之中 那麼有的呢 我們已經在過去這幾個月裡面 法規修正了 當然有一些是可能比較複雜的 也就是長期存在 那麼對台美之間的進一步的貿易交往 可能會是一個挑戰的 如同各位也知道 我們美國的一些選區的民意代表 都很關切這個豬肉的議題 那麼像這些方面我們並不是不清楚 我們也都面對 那麼甚至我們因此由農業部門的主管 把組團親自到美國去進行 非常密集的這種協商跟溝通 那麼我們相信 最後類似這些議題 我們一定都有辦法一一的克服 找到一個解決的方法 然後讓我們不管是BIA也好 或者是要加入TPP 第二輪的時候 我們能夠優先被考慮 那麼所以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 就是我們商會在這一次回美旅遊的過程裡面 有不斷的重申對於我們正統加入TPP的支持 我想我們也會盡量做到不讓各位失望 我們一定會在第一輪談判完成之前 就能夠做好把它做好 會員國一旦這個Agreement出來之後 我們才會具體的知道還有哪一些項目 那個時候我們會針對那些項目 訂定時間表把他們一一的克服 那麼我想在未來 我們也是期待能夠跟商會這邊 保持一個非常通暢的 並且是友善的一種溝通的方式 那當然院裡面主要的窗口是國發會 那麼各位比較關心的部會 是包括像經濟部 還有我們的這個農委會等等 還有衛福部 那這一些部會呢 我都會責成他們 一定也要經常主動跟各位聯繫 那希望不只能夠解決 今天來到行政院幾位 代表先進的一些關切 同時對於我們其他的會員 長期以來 希望台灣政府能夠積極去做到的事項 我們也能夠給各位一個滿意的答覆 那麼今天要再度的歡迎 並且感謝各位的到來 非常感謝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